大家好,我是东京颜太郎 继续为大家分享一下下周的恒生指数行情 过去一周总体来说是偏弱的 那么上周的视频的标题基本上也是比较准确的预判过去一周的行情 那我们还是做一个复盘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变盘日 变盘日是周二,7月2号,周四以及周五 这个不是盲中啊,这个是小鼠 后来查了一下二四这期的小鼠,搞错了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天线图 周二,周二的往上调控高开了,涨了不少 然后周四,周五 周四也有一个小高点啊 周五大阴线,所以变盘日还是有点准的啊 目前看大概有3分之2准吧 3分之2以上,80%左右 基本上是都在颜太郎预判的这些 就是小高点低点都是在颜太郎预判的这个变盘日上 所以如果做短线的话 根据点位,然后配合变盘日做 时间空间共振 这个盈的概率还挺大的啊 那么过去一周说是176支撑偏弱 看176能否撑得住 撑不住,看170附近 呃,那么 7月2号一开盘就往上走了 算是撑住了 但是周四周五有点拉垮啊 呃,可能是周末是不是在回避风险啊 那么 目前来看的话 大家看的 我们可以乐观点来说啊 就是这个行情 走的是一个 头肩 底 就是这个样子 这是头 这左肩 这右肩 但右肩的话可能会 时间拖得久一点啊 有点不太对称啊 对称一点就往这边来 下周可能会继续往上反弹一下 再跌一下 反弹一下 跌到这个地方 再往上拉 或者说直接往上拉 那么这是比较乐观的一种状态 那么颜太郎做交易 一般是比较悲观的啊 就是 虽然是有那个比较乐观的预判 但这实际下单操作的时候 是按照悲观的 百分之百悲观的模式去下单的啊 不会说是感觉那个点位 就一定要怎么怎么样 然后重藏进去 然后 就怎么怎么样 不是这样子 所以悲观一点比较好 那么点位上看呢 过去一周大家看到 最高是冲到了 181 没过183 所以183也很关键 如果冲过183那就好说了 然后 就是 就是小氛围震荡啊 就是 不过也就四个交易日啊 那么 上周的总体预判 个人觉得没什么大问题啊 总体看弱 就是弱啊 那我们看一下下周的行情吧 下周的变排日 大家关注一下 周一周二周五这三天 然后 那么176目前还是在支撑着 那么理想情况 刚才已经说了 这样一浪一浪上涨 是比较理想的情况 然后呢 如果176撑不住 那么再开170附近 因为说实话 这个点位176相对支撑了一次两次三次 这是 支撑了三次到第四次的时候 经常是根据颜太郎的个人见啊 第四次有可能会破掉啊 破了直接就 小心到170或者169附近了啊 那么 那么170如果真的是那么到170附近的话 大家看到 刚好就是在前面这个高点啊 前面这个高点就是169附近 170附近就形成的一个 其实原来是压力嘛 形成的支撑 然后我们把这个稍微 有点太乱了 大家看到没有 我们就把这个 删一点吧 把这个删掉 这之前画通道线已经没用了 删掉 然后这个之前画的也删掉吧 这也删掉 这个 这个也删掉吧 删掉 这个删掉 删掉 我们看一下这个 点位的话呢 是1779 那么支撑大家知道啊 先看压力吧 压力是17950 18300和18650 那么重点压力还是183和190 支撑的话 大家看是176 169 警惕 短线跌到169 169 这个是这么支撑压力的状况 然后 很多人可能喜欢看 看这个 均线 延太南用的均线系统 再看一下是25 60和200 这是25日均线 60日均线 这200日均线 那么总体延太南认为 这个港股啊 目前是 比较长的趋势上看 是一种上涨的行情 但是呢 大家看到 已经跌破60日均线 那么均线25日均线呢 现在往下穿 也就是说 这个是短期 就是叫 均线死差啊 死差是一个不好的现象 如果就是说这个股价 在未来一周不能快速拉起 就是这个 均线往上走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形成死差 死差就会有一步下跌的行情 我们看一下历史吧 历史 有没有死差 大家看到这个也有死差 但是这个是在200日均线之下 有点不一样 我们可以找一个200日均线之上的 那个 60日下穿 25日下穿 60日均线的这个地方 这是跌了 跌的很多啊 不太像 对对对 大家看这个 下穿的时候 看到没有 这一步跌的很狠啊 这个 这个也算 所以说 虽然均线死差 有时候没有太大的参考意义 那有时候有点准啊 你如果悲观的想 他就准了 所以这个死差比较讨厌啊 这也是颜天堂认为 大家要放松警惕的原因 到哪儿去了 这个图 哦 这这这 这个均线死差 怎么说呢 也可以不形成死差 那就需要不断的震荡 用时间去修复啊 我们来看一下下周的行情吧 所以说有这个死差在 突然暴涨的可能性 有 但可能比较低啊 但下周也是很关键的啊 看 看破破176 很引人瞩目的一个事情啊 破破176 如果下周很快的啊 就是这个冲破183 这个关键的这个压力 往上一步往上走 那么这个均线死差 就是危险就解除了啊 就往上抬头了啊 这个均线来看的 那么点位 大家关注一些点位啊 其实172也是可以关注一下的 172是不是均线的位置 现在看看 221均线的在 对 就是172 大家看啊 目前220均线的位置 17190 就172附近 这刚好延天堂的点位 所以延天堂的这个点位啊 有时候均线也是比较 比较一致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 所以说也可以做一个参考 这是短期的 短期的节奏 那么中期的 短中期的 大家看啊 还是没有变化啊 现在就是到达 短中期的 这个支撑的区域 而且在支撑的下边缘 说实话 如果就这么上涨 上上上去 那延天堂这个预判就神了 大家知道 延天堂这个短中期的区域的推算 是在这个时候 就给大家推出来的啊 大家可以看历史的视频 刚好就在 短中期压力区域的上边缘 以及在短中期的 支撑区的下边缘 就撑住了 那就是这个预判就非常神呢 这个是 这个时候 延天堂就给出了 现在这个短中期的压力区域 压力支撑区域啊 就很早之前就给出了 不是说今天才给出的 那么这个是短中期的压力区域 那么长期的 那个不说了啊 长期的目标 第一个目标已经达到了 我们看第二个目标 能不能达到 第二个目标是在 两万二啊 目前其实还是在大的格局上看 周K线级还是在大的 三浪波浪啊 上升 是在这个地方起点 今年以月 月二十二号起点 那个低点为起点的 唯一值得进行的是 现在港股 现在是在二本日均线之上啊 呃 但是总体太弱了 相比于那个日均和美股而言 这港股太弱太弱了 可能资金都不在里面呢 好吧 今天就讲到这 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参考 如果大家觉得有帮助的话 请帮忙点赞转发 谢谢